來 各位朋友大家晚上好 又好一次了 代表今天晚上非常美好 那其實今天我要講的是新派對 新派對剛剛有講到周星馳 所以大家覺得新派對等於周星馳對不對 對 為什麼不對 不只這樣 聰明 你沒被我拐到 這我的照片剛剛講到 食物會有些落差跳過 不再只是電影 為什麼它是一個回憶 我相信在座各位幾乎百分之八九十 不見得是周星馳的忠實粉絲 那至少看過他其中五片之後 新派對到底在玩什麼 我簡單的一個體驗給大家 我現在就可以讓大家感受到 新派對到底在玩手 當我手舉起來的時候 另外一隻手插著腰 你覺得我要喊什麼東西 齊天大聖西遊記裡面 等一下我喊的時候 大家就配合講 那吳孟達那句經典台詞是什麼 你知道嗎 娘子 趕快跟牛王出來看上帝好不好 來 我們來練習一下 來 3 2 1 然後這時候你們要喊 大家沒白眼 再次 再次好不好 好 來 3 2 1 波羅波羅蜜 然後這時候大軍就走出來 你找我嗎 因為他在上海灘獨陣 最後面不是講說 我像上帝嗎 對 就是我們把周星馳的東西 整個把它編排出來 然後重新做了一個大會創 對 那我們特別請來的大軍跟蘆花這兩位有沒有 其實我們一開始有想要找周星馳 周星馳馬上就回絕我們 害我們的心都碎了 馬上 他二話不說說沒興趣 好 沒關係 那我們要再找哪一個叫經典的人物 周星馳電影裡面你覺得最經典的是誰 看到他 他等於看到周星馳 他答應了 很棒喔 然後兩個月後 新聞報出來 他心臟病了 他不來了 所以我們的回憶還剩下誰 所以我們中間後面想了很久 我們就想到大軍跟蘆花這兩個代表性的人物 所以我們這個派對 其實有時候我們電影已經不再是電影 而是我們從小到大的一個回憶跟紀錄了 對 再往下眼 奇怪怎麼調回來 不然下去 有喔 那我們也不只是派對 因為一般人我們聽到派對兩個字 想到什麼 狂歡 對 就是喝酒 變陰 然後就是一些表 不是那麼正面的東西 那我們希望辦這個派對有沒有 就是可以引人大家心中的那一團火 對 因為其實在國外的派對 家庭派對那些其實都是還蠻棒的一個感覺 所以我們活動其實設定在各個年齡層 從八歲到八十歲都不打算放過 對 因為我們的整個舞台效果 我們等一下也會再講到 就是我不覺得派對是那麼負面的東西 而是一個正面的社會形象 而且讓我們除了一般的玩樂外 多一個選擇性的方式 所以我們就成立這個新派對 那最困難的是這一個回饋 這就是我常告訴你們的專業 就我們要怎麼讓大家進來之後 不只是看到派對 或者是舞台上的一個表演 那最重要是怎麼讓你感受到那個回憶 就像我們常在看周星馳的電影裡面 石神 你想不想吃他裡面的暗藍笑文飯 吃得到嗎 好像比較難 對 那甚至填在新門頭 還有其他 比如說公子的大餅 一百個公子的大餅 我們聲明大一大會那天有準備一百個大餅 有人要來挑戰嗎 那可是為什麼我們要去做這個節目 另外一個原因就是 很多的藝人他已經慢慢的凋零或往生 可是這些人都陪著我們 像這一位大家知道是誰吧 他現在怎麼了 大家知道嗎 他現在怎麼了 中風 然後他的錢都被他的女兒跟老婆全部分完了 藍結音發瘋了 藍結音發瘋了 大雄的阿媽尼 往生了 那這幾位也都往生了 可是這不代表我們不需要他 可是這個社會這個舞台已經不需要他了 可是有沒有辦法讓他們再出來 因為在我們那個時代 他的出來代表是我那時代的回憶跟景點 而不是現代的一個戲劇 所以我希望那天辦出來的一個活動 讓大家可以怎麼講 我今天就是在電影裡面感同身受 我今天在辦這活動 在看這活動的時候 不只是一個派對 而是我當下已經回到那個劇情裡面 而我是其中一個演員 這感覺我就覺得很有趣 就是少林公務家唱歌跳舞那種感覺 那新派對到底在玩什麼 其實我覺得一開始 這是我們的標題 人人有舞跳 這派對不是辦給我們的 是辦給台灣萬千苦難同胞 不知道有沒有 讓大家不只有工作 還有人人有舞跳 可以來這邊放鬆疏壓 對那另外講到的就是我們參演部分 對那這一塊就是我覺得非常重要的是 一般的派對活動 他都找外面的所謂的外匯 地攤 那路邊攤是什麼進來 可是我們的派對是完全全心把它做包裝 然後甚至自己找人合作生產設計 對像暗藍小門飯跟多米香雞腿 對這是我們的港澳主神 來幫我們做的規劃 就是合金寶師傅 對那這一面的話就是我們派對種子就是這三個 有沒有跟殺牛牛丸很像 好吃興起好好玩 對為什麼好吃 因為我們說的東西還有更重要就是 行運一條龍 那個蛋塔大家知道嗎 我們把那蛋塔師傅空運來台灣做蛋塔 為什麼要這樣做 其實我們一開始買想說 我們就直接買 然後寄來台灣後來發現 寄來台灣就碎掉了 那另外一個師傅很堅持 說這種東西因為純手工沒有防骨機什麼 只要一出爐兩個小時味道就走掉 他也不想賣 然後一開始我們去跟他接架之後 他也不想來 然後接架了四五次後來用他的女兒打動了他 就跟他講說 你有想過做蛋塔 可以讓你女兒為你為榮為傲嗎 你可以帶他來台灣 讓全世界人都知道你們的蛋塔師這麼厲害 他後來才答應 對我們就是很多方法去把它搞定 那甚至好玩的地方就是 我們不只是在舞台上的一個派對 在台面下我們其實規劃了大概好幾個區 像即使在舞台上面其實 當然包含所謂的舞台劇 可是我們舞台劇又跟別人不一樣 我們一開始是辦在台中 台中的那個烏日世貿展館那一邊 後來發現他調高不夠 他調高大概只有四米到六米 可是我們希望可以把特技加進來 因為我們每次在看電視電影都有在那邊 飛來飛去有沒有 你有沒有看過一個派對 然後所有演員在你面前飛來飛去 對為什麼要飛來飛去 就剛剛我們講到一個劇情 再講到一個陸頂記好了 韋小寶一開始出來的時候是在那邊 是不是一個椅子上 那邊講故事 然後他後來不是被椅子被踢掉 對如果這一段 我們把他加進來加鋼絲 讓他整個飛到舞台上 是不是就感覺很好玩 對甚至就是還有我們去結合到 最新的一個文創的一個表演團體 叫龍家將 對那為什麼要結合龍家將 因為那時候我看到機公 又看到龍家將的時候 我就把它合而為一了 因為季公那時候有沒有 他不是祥龍羅漢 對祥龍羅漢 祥龍羅漢現身下凡普路眾生嘛 對那剛好龍家將又是九條龍 對就把它結合起來 那甚至我們在整個大會裡面 其實蠻多人喜歡大軍的 對那我們就乾脆辦一個 所謂的千人的 全台灣最大的賭博比賽 對看誰可以就是 對讓童 對讓童花可以打贏FluHouse 好不好 對 對當天晚上我們都可以玩得到 那另外一個其實我今天應該要講的重點是 新派對其實是一個品牌 就是剛剛這位有講到的那個 思雨有講到就是其實 新派對是一個幌子 因為很多人看到新派對就是周星馳 邵氏經典派對 對我希望可以做到這樣 因為我實在操作一個品牌 而不是一個新派對 如果只是辦一個派對其實是 沒什麼意義的 因為我這個人剛剛自我介紹我 其實講很多東西 我沒有刻意去講到 我也不太想講 可是有個地方我蠻喜歡講的 就是我這個很壞 不喜歡運動 辦路跑活動 然後不吃水果 辦農產品促銷 然後不跑夜店辦派對 那我想要辦的派對形式就是 連我這種人都去都覺得好想玩 好想再來一次的時候 我覺得派對就成功了 因為其實講這個實在 剛剛大家講搭訕 那大家可以剛剛也知道 我一結束的時候就躲在角落 我不喜歡搭訕 也不喜歡被搭訕 對那我去幹嘛 我去一個派對就站在那邊 站在角落 我不想要被搭訕 你也不知道要搭訕我 然後我這個也不喝酒 叫我去派對裡面狂犯 我也不知道狂犯什麼 對 所以我今天去的時候 我開始想 如果連我們這樣的人去玩 都覺得很High 然後把舞台上 剛剛講到的那些舞台劇 所謂的聲光特效 甚至我們還結合了舞台劇 尤其像今年年初的時候 我們有一個那個春晚 很多的舞術 就是張正的那一段 不是舞術表演 那大家看完就 喔 舞術表演很厲害 可是如果再把它結合特技呢 然後再結合燈光特效 對那整個燈光一暗的時候 我們的沖國傳統的舞術 變成一個非常絢麗的舞蹈 跟所謂的燈光表演 你不覺得那場面High版了 對 那其實我們想要做的是 這樣一個東西 對那甚至我們的周邊商品 都是自己設計 而不是買現成的東西 像這一個 大家知道這一個東西是什麼 這是需要解釋嗎 蒙面加杯嗎 對做成了帽T 可是跟你講做不出來 為什麼 因為授權沒過 所以我們後來馬上有沒有 研發了第二個東西 尾小寶的這一個有沒有 路頂記 他的虎頭加上這件衣服有沒有 我們把它取名叫把妞戰袍 對 現在努力在生產中 因為打樣的時候 他們說工非常困難 我們也在努力的做 甚至我們乳化有沒有 為了晚上要出來嚇人 有沒有 做這種投影燈的 手電筒 那這個東西的話 其實就是大軍 有沒有 剛剛不是講到他這個時候 眼睛就 眼睛就發光了 大軍獨家鑰匙圈 就我們這邊其實在做的東西 是一個很好玩 然後讓他覺得很有趣的一個東西 而不是只是我賣你一個商品 或者做一個商品給你 其實我覺得那沒太大意義 那甚至這一個 小雞吃米圖變成一個毛巾 好想要喔 這就很有趣了吧 對那我希望我們派對的呈現 是這樣的一個方式 而不是只是一個派對 那甚至我們這一邊 這兩個有沒有大家去官網查 他的魔術有沒有在你的手 在你的面前 直接可以從六變成九 非常厲害 這個我們這次的活動 因為剛剛有講到 我們要結合很多的特技特效 可是必須還有結合所謂的魔術 才會在台上舞台呈現 會有很大的不同 像這個Staven 也是台灣之光 因為他的裸體魔術 是全世界獨創之後 紅到美國再紅回來 所以大家聽到裸體魔術 你想到哪個橋段有沒有 唐柏虎田秋香 有一個人來借錢 然後畫了小雞尺米圖 那個是誰 對他的橋段 可能就是這樣 可能啊 那實際上當天來看 大家就會知道 那大軍更不需要講 那剛剛有講到 就是我們的那個 坦頓公約裡面的三個女神 然後這一個派一派 他看到劇本 眼淚都掉下來 怕他以後夾不出去 我們秉持著周星馳的傳統 我們活動裡面不會有這妹 對 然後完全的崩壞 形象完全的崩潰 對 所以大家可以更期待我們的表演 對 那甚至我們演出陣容的話 就是還有這一些 那還有一個神秘家 這些是那個 風神無雙的 對 那還有一個 就是我們的舞台中間 最近他的小火 必須是CH還蠻紅的 對 那這就是我們的新派對 那這樣的話 就是我這邊的話 其實剛剛就是也跟他們 就是今天也要講 就是我們今天也會送五張票出去 因為我們一張票的原價 對 990 現在降到990 因為我們本來是在 5月16號就要辦 因為最近在那附近 聽到限水的消息 對 那我們就提早籌劃把它改時間 那一改時間的話 就是場地又要喬 對 所以就延到8月底 對 因為我們很怕 我們剛剛講到 我們派對希望是一個 和家關上 然後又是一個優質的派對 可是我很怕新聞媒體有沒有 一寫人家停水 你家辦派對 我就GG了 所以我們也很冷痛的拔延期 那我們也展示出最大的誠意 本來原價已經 票價是已經跑到1390 那我們回後面所調回來 就是價格 就是統一的道歉價 因為這雖然是天災 可是我覺得我們延期 就是要有這個責任 對 那就以後 還要降到990這樣子 所以我接下來的話 五張票 大家覺得要怎麼送票 Frankie 有問題 我真的嗎 還有 你來問好不好 因為其實我不太知道要問什麼 我這個人比較不會設限 他身上吞的那一件 就是我們的聯名超級 剛剛有跟大家介紹過 沒有真實的補裝不能進來 這是我們的行銷總監 我現場就直接問五個問題 現場送了 因為之前我們也做過不少的動送標活動 效果還不錯 但是想到要寄東西我就覺得懶了 對 新派對的部分 我們就快速簡單 第一個 剛才說原本是五月十六號 要改到幾月幾號 我剛剛沒講清楚嘛 對不對 八月底對不對 八 再重新講一次 我們改到八月二十九號 OK 那當然這個已經講了 就不會是問題 我快速 因為時間也不夠 快速講一下 我們剛剛講到說 最主要經典的演員裡面 我們邀請到了哪兩個 大軍跟乳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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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現場就直接拔一張給你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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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橋段 沒有橋段比較好 沒有橋段嗎 沒有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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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較有回憶 比較有回憶 難一點的嗎 難一點的嗎 可是那個 尾小寶他上面那個虎頭嗎 有幾根線 那個打得出來誰或鬼 怎麼可能 我們還有什麼比較經典的東西 剛剛講到說我們有一個 是經典的食 因為吃的東西 大家應該都有興趣 經典的食品 我們特別把 那個 遠從香港過來的那個師傅 他是做什麼的 而且 請附贈他是出現在哪一個電影裡面 這個有一點難度了 好像叫行什麼運什麼的 行運超人是葛明輝的 行運一條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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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蛋塔師傅 蛋塔師傅 對對對 行運一條龍 大家看到焦點這邊有一張了 要怎麼滷得自己想辦法 不是焦點是月亮有一張 月亮在這邊手上有一張 有師傅也可以再說 對對對 好 沒錯 行運茶餐廳 他是 原本叫紅運茶餐廳 但在香港真的有 那當初是周星馳 是特別找到這個蛋塔師傅 因為這個師傅 我一定要稍微講一下 這師傅太經典了 這個師傅他是用真的一生的經歷在做蛋塔 因為他現在七十幾歲 所以他飛過來也有點困難 七十幾歲的高齡 然後帶全家過來台灣玩 但是他是曾經有被文來那邊 大家知道文來那邊嗎 文來那邊的Villa Villa就知道了 那種大型的度假村裡面去請 進去當作甜點師傅 那他就是在那邊用磨練自己的蛋塔技術 所以他做出來的蛋塔真的是好吃 我們都吃過了 然後再來再講 還有三張 還有三張的話 有看過周星馳電影的 讓我知道一下 應該都看過嘛 舉個手讓我知道一下 我對不起 我換個喝吧 沒看過周星馳電影的舉個手一下 他就有票是不是 開吉他 對 因為沒有看過的 就來看一下 沒有啦 我需要 接下來這三張我就快速一下好了 我現在選三個人 三個人上來講出一句你最經典 就是戲裡面最經典的周星馳台詞 馬上閃出來的 OK 最好是帶動作就有 這位先上來 只要有座你齒力越 就是你的那個展現度越高的話就越有了 我只記得那個 江爆牛丸 然後 那一段 然後好吃又好玩 然後 然後 他的答案 開始講開始的問題 講開始的問題 剛才其實 我們那個 律翔總監也有講到幾句 像人沒有什麼 跟什麼是一樣的 你這樣 人沒有什麼 我想用氣的 沒有 沒有夢想 然後就這樣 叫什麼樣 通常這個叫什麼 叫什麼 那個 閒語 對 人沒有什麼 好 再來就這兩位 好 再來就這兩位了 我比較像 看那女生這樣很表演 那個 童話打不過 佛羅浩 那 童話順呢 OK 還有一句 最經典的最經典那句是什麼 除非你的什麼 喔 除非你的媽媽 等一下 不是因為母親節的關係 就是媽媽 就是老爸 除非你的老爸變成 兔子 兔子 然後 然後 我就會 沒有沒有沒有 掌聲好不好 我們要正解一下 我們要正解一下 正解一下 正解一下 童話打得過 Glue House 除非你老爸變成了兔子 然後童話再加上順子 打不打得過 對 後面還有一段是說 我老爸不只會變成兔子 還會跟你老媽結婚生子 所以變成你這個 都彥龍的兒子 對不對 來那個阿米來一下 對 來最後一個 我來揭曉 欸那個 三、六、五、三 蛤 蛤 那個 這個不是幸運超人這個 不是 那個 那個 那個被恐嚇的時候 那個 喔 你說的那個東西嗎 不是啊 不是那個 不是彈龍拳 喔好厲害 不是彈龍拳 好 好 那個 他不是 難倒他們 算了算了 謝謝 謝謝 拿到 好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出個天王級的難題好了 我們這派對叫什麼名字 超難的 爛透啊 好啦沒有啦亂講啦沒有啦 最後一個問題 我真的想一下 真的比較難想 呃 喔 我們在 就是 因為雖然說 延到8月29話 但中間我們還是會有一些 不同的不同的活動 剛才講到的蒙面加飛貓的這一個 我們打算應該是確定會走木製平台 意思就是說 因為剛才說 為什麼沒有開神功 這個我要待會講一下 我在接洽的 呃 蒙面加飛貓 所以講到就是加飛貓的原廠 所以是被加飛貓的原廠打槍 但是他只是說 他對 他那個時候只是看了周星子上面的說 這個我知道 因為他外國人 他說這個我知道 但他這個是太醜了 不能做 因為加飛貓他人 所以我們這個 會來做出來 會走木製 會走真的完全 原廠加飛貓首權 那一旦通過了之後 就是 目製者每個人都會有 等於要購買一件的部分 對 所以後續要陸續知道一下 那 另外我們有辦的賭王爭霸賽 就是剛才沒有講得很清楚 因為我們可以在現場跟大軍 有開放明的跟大軍賭一局 就是直接在賭桌上面 跟大軍本人賭 他真的很會這樣講 他真的會賭 他真的很會嗎 呃 這個我不知道 我會一直輸 一直輸 我們有送還門來回機票 但是我不知道 到底會不會 哈哈 OK 好 問題答案就在問題裡面 剛才講的內容 剛才說到說 新派隊裡面 我們從8月29 從年到8月29號 我們有哪一件最經典的衣服 要做募資 而且 是因為原廠的關係被打槍的 剛才那個舉手的已經有了 我就不點了 來再來 3 2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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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整的名字 內建的名字叫什麼 蛤 蛤 恭喜你 謝謝 好 不好意思 那拖了一點點時間 謝謝 那接著 8月29號 在五谷工商展覽館 台北市的 新北市的五谷工商展覽館 基本上現場 還有就是說 那個實景重現那個 上廣播館看看本市專覽 OK 謝謝大家 謝謝